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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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Marcus 多謝你今天成為我的嘉賓 也介紹一下 你是AIA亞太區最年輕的資深區域總監 還有是仁愛堂的總理 最年輕的 進去的時候最年輕 25歲是嗎 那時候是 現在都有這個記錄 現在都是這個記錄 不過當然我現在不是25歲 乾杯 很感謝你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你是嘉賓 特意帶了一瓶紅酒給我們的 是 因為也要看回 其實這瓶真的很好喝 也教我 不是每一杯都會搖它 也要看看它的年份 在哪裡出廠等等 你是專業 知道你也有寫的 其實很好笑 其實我很喜歡喝紅酒 然後認識了很多朋友 然後我自己就 你知道男人有時會換蜜喪子 你會突然很沉澱於那件事 很想試酒 試完自己就開始寫文章上網 然後有一本《咩一千》的編輯 覺得我寫的東西 就不太學術化 即考完什麼牌 就說那個泥土 就是多少月份 下了多少魚 就不是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是嗎 他覺得我寫的東西 比較容易平民接受到 還有我經常會貼一些 什麼酒底飲 叫別人去買 他就開始叫我寫 其實稍晚寫了三年 那有沒有毒什麼 就是純粹自己喝一下喝回來 其實這個真的很香 我又說不出什麼 但我留意到這個是15% 通常都是12-13%左右 是的 其實酒精濃度比較高 就是因為那一年可能比較熱 從而它的葡萄早熟 早熟的糖分高一點 到發酵的過程 那些糖就變了 又是說一些很滿 我覺得 總之糖分多了 它發酵的過程 酒精濃度就高了 其實這瓶酒 你知不知道 為何我今天拿來特地請你喝 1999年 我看到 1999年 Balazi 是不是這樣讀 是嗎 為什麼呢 為什麼拿出來呢 這瓶酒 是 有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本漫畫 很多人喜歡紅酒 都會看過 就叫神之瑞迪 神之瑞迪 就是一本日本人畫的漫畫 他做了很多研究 研究了很多酒 然後由一個故事 是爭產案的故事 就發展到 連法國人都將它翻譯成法文 因為他們的資料搜集 做得比法國人更好 他們研究法國酒 做得真的很好 日本人的執著 其實這瓶酒 我是在神之瑞迪的漫畫裡找到 好 那關我 有什麼事呢 這瓶酒 是 在一個婚禮裡 拿出來給新娘喝 是一個朋友給的 就是因為 他以前的初戀女朋友結婚 其實這件事到現在 都不關你事 放心 只不過這瓶酒 其實他帶出來的含意 就是 他一開始覺得很甜很正 但其實他去過婚禮的時候 他很緊張 就像我現在的心情一樣 另外就是甜和很好喝 不過是微苦的 後來會有些 即是完結的時候 就好像初戀一樣 通常都是很開心很快樂 但最後都是不好的收場 我不是說不好的收場 就是我們這個過程 這個訪問 你請完我一次又不知 下次何時才請我 當然會 可能之後又會有些心酸 快點飲料 就要走了 那就不能再跟你聊天 當然不會 我們再次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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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